女性尿路感染是怎么引起的? 孙小科,泌尿外科,副主任医师 尿路感染,女性比男性常见 主要的原因是女性的尿道比较短 女性的尿道只有6到8厘米 再一个是她也没有弯曲 离生殖系统的阴道比较近 容易出现有逆形感染 大部分的女性的尿道感染 都是大肠肝菌感染 它占到了75%以上 女性命尿系尿路感染 要进行正规合理的一些治疗 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 她容易上行感染 引起来膀胱炎和肾余肾炎 比如说慢性肾功能衰竭的病人里边 肾余肾炎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女性出现了尿路感染 还是要及时治疗的 女性的尿路它比较短 也没有了反折 不像我们男性的 还有一个尿道球部 它有一个反折的地方 它能够阻碍一些细菌的传播 它比较短 所以与生殖系统和肛门压 它比较近 所以外界 稍微有一些不可控制的因素 容易造成上行感染 它比较常见 所以我们也要及时处理 专家提示 一 女性的尿路感染比男性常见 主要原因是 女性的尿道较短 距离会音部 生殖系统 肝门等部位较近 亦出现逆形感染 二 不及时治疗 容易上行感染 引起膀胱炎和肾余肾炎 慢性肾功能衰竭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